九年后女孩龚玉玲多才多艺二胡九级热爱书法爱打冰球 曾经参加重庆小姐选美获得前十强 龚玉玲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卡塔尔航空做空姐 选择回家传承自家老手艺卖汤圆 因为长相漂亮她被称为汤圆西施走红网络 3月18日下午在重庆市渝中区山城巷52号 龚玉玲正在店铺里忙碌的为客人煮汤圆 这家不过十余平方米的小店涌进了不少时刻 他们大多数都是慕名前来品尝龚玉玲家四代相传的老手艺 我觉得她这个玫瑰味了还比较特别 然后就是这个老板听说是汤圆西施也是非常漂亮 我们今天也是过来打卡 很不错特别是她的老汤圆 我觉得很有老重庆的味道 1939年龚玉玲的奶奶潘素芬跟随母亲从重庆福陵区 来到重庆主城区千丝门的一个小巷子里 卖汤圆维持生计 她家做的汤圆在当地一直小有名气 后来经过近80年的传承到了龚玉玲这一带 她不想让祖辈们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失传 于是在山城巷开了一家店铺 传承自家的老手艺卖汤圆 我是大学毕业过后就一直在想我的人生意义何在 要做什么事情才有意义 然后后来我觉得把家里以前的东西传承下去 让世世代代都能吃到这个味道 我觉得就是我的价值追求 龚玉玲所做的汤圆分为老派汤圆和新派汤圆 老派汤圆是她祖辈传下来的老手艺 新派汤圆则是她的创新 一种是抹茶汤圆 另一种是玫瑰汤圆 这两种汤圆都与她喜欢旅游和热爱甜点制服有关 我传统的汤圆是按我奶奶以前的做法完全是一样的 而且就是为了还原以前猪油的味道 我也是专门用的土猪的那个煸油 像创新的就是按照甜点方向 就是按照甜点方向做的汤圆 龚玉玲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爱好也广泛 喜欢什么都要去尝试 龚玉玲表示汤圆西市的称号让她走红网络实属意外 她决定安心下来当一个匠人 把家里的老手艺传承下去 我以前更多的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做这个事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实现 而且对我们家族的一个交代 但是现在我觉得身上担子很重 因为肩负着重庆的汤圆的恢复的责任 我就想以后外地人到重庆来 就能吃出明显区别于宁波汤圆的重庆汤圆 而且还有我们自己创新的东西 就想把它一直做好 感谢观看